最近眼单超多 所以我们今天讲是巨眼单或巨眼单 像这个单子的话 在Facebook就说它是6.2公里 有85块 这种单子算眼不眼 算进不进价格也还可以 所以我们一样就是说 先截图接受它 然后再来看这个 它所跑的路线再来决定 通常这种眼单 我们都是要看送到哪里 看送到的地点 假如地点是很热闹地园 可以再接单的话就可以送 再考虑取穿方不方便 会不会空车未来 假如是空车未来的话 就是要考虑要不要送 取军送人是可以 但是如果取军又送人 就没办法因为取军送人 加起来的话 就会超过这个6.2公里 还有就是1公里20个底线 或者数分钟送掉 这应该是台北才有 如果一番 比较没有那么热闹的都市的话 应该不会带到1公里20元 如果是下午离峰的话 也可以接 因为没有丹的时候可以接 如果为了冲蒋烫也是可以接 主要是看送到哪里才是重点 距离可能考虑送到哪里 若是送到你家的附近也是可以 或是送到很热闹 有丹的地方也是可以 基本上有的人是聚 可是唯一就是说消息的回头单 送到郊区的话 有时建议说不要 因为太远 他只空车回来 所以待会就会一个小时 然后若是回家单 这种比较远单 回家单多少都接 要看顺不顺路 如果不是顺路单的话 价格没有15到20 这是北部的 那是我们中部大概10到15元 也可以接了 你看台中海线这种单会接 因为台中海线单子不多 你这种单子不接你就要顺路 这种或更差都有 没有比较好的 因为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多单的地区 这种单就接了 那像这种单 这是我在彰化 它是 这个是8.4公里 它有67块 一公里都不到10块 而且它送到了限系箱很远的地方 所以这个单我去把它去掉 这个是 一样 它7.4公里 63 虽然我在这边取单 可是送到很满乡下的地方 一定要再回来 所以这样来回大概四五十分钟才63块 而且来回大概15公里了 所以很不划算也是弃掉 这个是7公里才60块 一公里都不到10块 一公里都不到10块 那个就也是把它去掉 因为它也送到很远的地方 好像这个9.4公里 才69块 又送到很拼远的地方 这绝对都不要接了 就把它去掉 这个10公里 大概超过10公里的话 我大概不会送出 大概地点很好 好像10公里也98块 这张是10公里 它是送到 是两单送到很远的地方 这也是去掉 大概就这样说说 接近远单 远单的话 要懂得拒掉跟去掉 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跟 跟你的行程 假如说真的是 没什么单的话 就是可以接 来吧